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5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今天虽然A股是一个反弹 但是互生各大指数之间还是有一定分化的 我们看到深圳三大指数是全部下跌报收 其中领跌的创业版是报收在2977点 全天是下跌了1.01% 并且也是跌破了3000点的整数位置 上阵指数今天则是小幅上涨了0.59% 最终是报收在了3585点 那么老规矩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盘面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贵州茅台和五粮液 分别是下跌了1.78%和1.43% 并且也是带动了整个白酒板块 今天也是下跌了1.05%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说 整个白酒板块的调整已经接近尾声 从今天的表现看 虽然说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调整现在还没有结束 资金还是持续从这个板块中流出 其次我们看到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出7.34亿 其中护股通是净流入8.4亿 而深股通则是净流出15.74亿 并且今天中午的时候 当时北向资金还是只有小幅净流出1800万 这说明北向资金目前总体上还是非常的谨慎 另一方面根据上证指数的表现 我们看到在白酒板块下跌力度减弱之后 今天保险、银行、房地产三个板块的集体上涨 是完全对冲了白酒板块下跌的影响 所以在目前指数继续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的背景下 以保险、银行为首的低估值蓝筹股 有可能会成为短线支撑大盘的主力 并且像今天这种对冲的格局 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白酒板块调整结束为止 所以对于指数目前我们的看法是 你不要去希望指数这波反弹高度会有多大 上证指数反弹越过3620点可能性应该不大 理由有两个 在保险、银行为首的低估值蓝筹股撑盘的同时 市场并没有出现新的炒作题材 其次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昨天是再次释放了非常鸽派的声音 但是市场并不领情 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今天上午就已经是冲到了1.4% 截止我们书写文案的时候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已经是来到了1.41% 虽然说1.41%的水平还不至于让美国股市连续大跌 但是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不断上升 美国股市的波动将会进一步扩大 并且如果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按照这个速度上升的话 那么下个星期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度回调将会无可避免 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上证指数反弹越过3620点可能性应该不大 个股方面我们刚才提到 今天保险、银行、房地产三个板块是出现集体大涨 虽然说房地产板块今天上涨是有一定的消息面因素 但是我们更愿意把今天房地产板块的上涨 理解为是顺周期主题里面低估值板块的一个补涨动作 另一方面根据今天内地机构席位和北向资金对于房地产板块 有那么一点点分歧的态度来看 房地产板块是不是可以连续上涨 这个还需要继续观察一下 操作上目前我们还是建议 以顺周期主题的低估值板块补涨为主 再搭配一些短线可能会超跌反弹的题材 比如说后面有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的锂电池概念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龙虎榜的情况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金增值的一共是7家 这7家分别是次新股板块的四方光电和华瑞金利 房地产板块的万科A和新大镇 风电板块的大金重工 太白粉概念的中和太白 锂电池板块的拓帮股份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6名的分别是 宁德时代 万科A 龙基股份 中国平安 万华化学 以及东方财富 其中我们看到中国平安和万华化学 已经是连续三天获得北向资金的加仓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6名的分别是 贵州茅台 科大讯飞 五两叶 阳光电源 中国中免以及紫金矿业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见